我們先說先,我想等她來到就有個影相位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來,因為今天也是很認真、很嚴肅的一個回應 關於林鄭月娥對於東大嶼都會,現在叫做明日大嶼的一個建議和願景 今天很多謝有環團的朋友、專家,也有范議員,也有兩位區議員幫忙 待會大家可以再逐一介紹,每一個都會發言 我們做個開場白,今天我是環保足國的義務總幹事譚瑞邦 我們環保足國都一直是去關注這麼大型的填海項目 而這兩天我想林鄭是用了很尖酸的用詞去抨擊一些反對填海的人 包括我本人,或者很多的環團朋友 那今天鄭還有幾個回應 第一個回應就是反對填海是沒什麼理據 或者叫做反對的人是個人喜好 這個我們絕不同意,是不是要嚴肅回應的 根據港大的民意研究計劃在七月做的時候呢 就是填海這個選項作為短期可以有效舒緩 本港房的問題只有三成市民支持的 其實我可以很添重告訴林鄭月娥 其實是很大部分的市民覺得填海是未能解決短期的房屋需要的 而在同一個調查中段,中土的支持度到六成 限制非本地產 crimin價買房的房子是五成 簡單的就是五成 戀爾夫球場是44% 沒錯這個答應比填海的高 如果林鄭真人為你聽民意 為何戀爾夫球場一片,一吋也不動呢 所以我在這裡鄭重回應,反對填海的朋友和人士,包括我本人,並非說個人喜好,而是有堅實的民意支持,是應該要反對填海作為房屋的選項的。 特別是東大嶼,我今天更加會詳細說,因為東大嶼填海是最昂貴的填海措施。 就算林鄭經常提到新加坡也填,但新加坡也沒有試過填這麼大面積的人工島。 這件事不要用一些例子來混淆視聽。 而另外,這次東大嶼的填海,不僅僅填海這麼簡單,其實是另一個玫瑰園2.0, 不過這次不是千多億,當年20年前是千多億,這次是一萬億。 那麼,讓我介紹一下,那待會博士、姚教授也會再講一講, 之前我們估算過,其實以幾年前一千公頃的規模, 這個圖大約填海加個案基建是五千億。 那麼,這個圖,是不是? 這個,這個,是的,我告訴他,教授也會幫我領一下。 那麼,我們根據昨天的願景圖,不過我看他也很粗略的, 那麼,我們抽了,就是哪些是跟這個填海, 即是東大嶼相關呢? 總共是有十項的交通基建的。 那麼,加上填海呢? 相信這兩天坊間的估算是有一萬億呢? 其實我相信也是很合理的估算。 因為,還要計上超資,延誤,以及今時不同往日, 就是在大型項目的管理,我們看不到政府, 或者一些官方機構,或者作為大股東, 港鐵的情況,都是很堪如, 是很難以令人覺得是可以順利地統籌一個項目。 有很多個,這些字大一點,我講這裡, 有鐵路和公路連接交易州,講到, 連接恩澳和交易州,也是鐵路加公路, 交易州和喜寧州,因為現在是一大兩世人工島, 他們都要有鐵路公路, 然後還有一條屯門要去恩澳, 然後再加上,他雖然是虛線, 說將來看看需不需要, 但是如果不想成為孤島, 其實交易州去西九龍的鐵路都是要起, 加上這十項的基建, 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要一萬億,連填海都是一個很接近的股算, 所以我們都看到,很大機會是耗盡庫防每一個儲備, 說一句我就會交給堯教授, 我們作為環保團體, 也要很清楚地說一點, 環境的破壞不只是海豚和海洋生物, 這個是固然, 每個人都會認識, 另一個最大的破壞是海沙, 海沙就是需要在填海的最底層, 以及中間的一些墮性物料之間, 是作為一個填充物料的, 以第三跑為例, 要用一億立方米的海沙, 現在看到海沙也太貴了, 或者大陸限制出口, 就變成用基沙, 無論基沙和海沙都是很破壞的環境, 又用回新加坡來說, 新加坡也是大量向馬來西亞和印尼入口海沙, 而印尼和馬來西亞很多島國, 都是對新加坡非常不滿的, 但很可惜這些, 就是完結香港基金, 或者政府就沒有引述, 其實這個海沙是會令到那個島嶼, 那個河流, 海廠有大面積規模的破壞, 甚至滅島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填海是一次過破壞兩片海洋, 所以千萬不要被部分人士誤導, 那裏沒有白海豚, 不是很多, 就算有都會游走, 對不起, 這個說法是妄顧了填海最大的破壞之一, 就是去採海沙的時候造成的破壞, 好, 先講到這裏, 交給姚博士, 方詳細講, OK, 我會主要是集中講, 那個造價的部分, 因為似乎, 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數字出來, 可能大家都有些疑問, 那麼多的數字, 誰才可靠, 那我第一樣想講, 就是我多次指出, 政府到今天為止, 就著18個選項, 包括他現在給了一個新名, 叫明日戴嶼, 都是從來沒有提供過任何造價的估算的, 昨天林鄭回答記者提問, 已經確認了, 去到現在還沒有官方的估算, 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沒有任何造價成本估算的情況下, 是自行草率決定上馬, 進行工程呢, 這個是完全是違反, 國際在工程上高的可行性研究要求的, 所有可行性研究必須要具備有, 財務可行性, 技術可行性, 和社會可行性的, 那這一點希望大家要留意, 至於民間怎樣估算這個一萬億呢, 我在這裡想作少資料補充, 讓大家明白這個萬億背後的理據, 首先呢, 就是包括團結基金都在用, 就是說現時的填海造價, 是不會少過一千三百元一呎, 那這個呢, 就是以最近的一些填海工程的造價做估算, 所以如果用一千七百公頃, 去乘一千三百元, 再乘十萬, 就變成那個平方呎, 那這裡呢, 就已經是接近二千億港元的, 那加上通脹, 因為要幾年之後才開工, 以及剛才, 譚瑞邦議員說到的, 是, 海沙和基沙的供應, 現在是非常非常短缺, 所以是有理由相信呢, 是越來越貴的, 所以保守估計呢, 只是填那個人工島出來的造價, 已經會是接近二千五百億港元的, 好了, 然後呢, 就有十條, 是鐵路或者道路, 那當然因為現在所存在的資料太少, 但是, 近期的幾條鐵路, 和道路的工程呢, 我們都看到, 是會以百億做一個單位, 是不是? 所以呢, 以十條鐵路或者公路來估算呢, 相信是不會少過三千億的了, 這個是相對保守的估算來的, 所以兩項加起來, 已經是去到五千五百億的金額, 那在那個島上高呢, 還要做很多基建的, 包括排水、來水, 島上高的道路, 電力供應, 這些都會是, 即是以千億做單位的, 那所以, 三項加起來呢, 是會超過一萬億的機會呢,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一些報道說, 是四五千億呢, 那就是, 它只是計算過島, 以及那些道路, 如果你計算過島上高的基建, 那就會是一個接近一萬億的數字, 好了, 最後一點呢, 我覺得必須要指出的就是, 我研究有關公務工程的造價, 大家應該都記得, 耳熟能詳呢, 我就用一個叫旋轉門的概念, 就是說, 因為賣地的收入, 就會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然後就會去推高地價, 會作為基建工程的使用, 然後又再回頭, 又再推高地價去賣地, 那這次呢, 我就是聽到, 昨天傳媒問特首呢, 特首是首次公開承認, 投資在這個明日大嶼, 的目的, 是為了, 不要令到工程界, 一時飽死, 一時餓死, 那他詳細講述呢, 因為過去的工程即將員工, 所以他是為做而做了, 就是為了要養住這個, 是旋轉門的工程業界, 令他們繼續可以以每年不少於一千億的公務工程, 去承托著這個行業, 那這個就是, 就是間接承認了, 我一直所指出, 有關旋轉門的一個公務工程, 是和既得利益者, 是有一個保持, 每年不少於一千億的公務工程開支, 作為一個基礎了, 好, 那我時間交給, 好, 交給六令行動的代表, 說兩句, 好, 陸令行動, 王佩茲, 身為環保團體, 其實對於今次施政報告, 所出台的這個明日大嶼, 是表示非常之失望和憤怒的, 因為其實過往, 在五個月之前, 已經開始有土工組的公眾諮詢, 我們也曾經和王遠輝, 也有一個閉門的會議, 他也有說到, 他會持住一個公正, 持平, 中肯的角色, 去向特首, 去匯報一些民間, 甚至乎一些環保團體的意見, 給特首, 去在施政報告那裡, 再去提到, 怎樣去增加土地供應, 但很可惜, 我們看到的, 只是一場, 好像大騙局一樣, 在這一方面, 黃遠輝就哄著我們, 去說, 叫我們, 自己隨意表達意見, 都可以說回, 我們環保團體的想法, 但實質另一方面, 出來見到的是, 諮詢是一千公頃, 但到最後, 竟然出來填的時候, 公佈的方案是一千七百公頃, 甚至乎, 比他肚工組的諮詢還要高, 我們其實, 一直都覺得, 在這個大騙局裡面, 成為他們裡面的一隻棋子, 好像很公平, 很公開, 向大家去問一些環保團體的意見, 甚至乎, 都聽取我們, 講到高爾夫球場, 甚至乎一些棕地發展的可能性, 但是, 到最後施政報告出台的時候, 這些都只是列入一個考慮之列, 完全都沒有去, 在使用了一些現有的土地之下, 去做一個不可逆轉的一個填海工程, 甚至乎比當初, 提出的更大規模, 所以我們相信, 尤其是, 在這個土工組裡面, 有一個委員, 甚至乎是一個智庫團體的一個成員, 一個力推, 大規模填海的一個成員, 我們已經對黃遠輝的這個土工組的可信性, 亦都覺得非常之低, 很不可靠的了, 然而, 有一特首, 在這個土工組的報告都還未提出, 他只是提出過, 說過, 收到超過一萬二千份的諮詢報告, 但很可惜, 在這個報告都還未有一個確實的數據出台的時候, 他已經拍板, 說到明, 要填一千七百公頃的東大嶼大都會, 很明顯, 其實這一場根本是一個大龍鳳, 一方面, 智庫團體就說要填二千二百公頃, 到另一方面, 就是公眾諮詢一千公頃, 好, 最後特首就說, 中庸的我們, 拿取中間, 去填一千七, 很明顯是一個欺騙全港市民的大編局, 所以我們環保團體, 在林鄭月娥還未清楚交代到, 為何報告未出之前, 就拍板要有一千七百公頃的填海, 甚至乎, 在未善用棕地和私人高爾夫球場, 這些現有平整土地的情況之下, 就去填海, 我們必須他做出一個嚴正的交代, 否則我們一定會爭取到底, 他一定不可以, 一定要馬上去表明, 告訴我們這些立場, 以及我們會反對到底, 不會容許政府在東大嶼, 動一條漢武, 好,就是這樣, 我們還有兩位西貢區議員, 請李永浩, 各位大家好, 我是新聞主導民西貢區議員, 林冥澤,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西貢, 即將軍澳那邊, 在今次的颱風山竹裡面, 是一個嚴重的損毀, 其實在海濱的地方, 其實很多氣象專家, 或者很多科學家都提到, 現在我們的氣候變化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見到其實我們沿海的地方, 是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今次在將軍澳, 其實我們的海濱長廊, 以及海濱長廊公園, 可以說是一個慘不引導的情況, 而康民處跟我們去區議會開會的時候, 都說到他們現在要再跟建築處去談, 究竟我們現在的海濱長廊公園, 是好像上次那樣去維修, 還是可能要整個去重新去設計規劃, 去應對之後未來的一個氣候變化, 或者惡化的情況, 我們也都看到, 其實不單止影響海邊的康樂設施, 去到裡面, 我們去到至善街, 或者幾條街的地方, 都可以被洪水去淹淨, 不同的屋苑, 可能會停水停電, 甚至停車場, 都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貿貿然, 在東大嶼, 是一個人工島出來, 這個我們覺得, 是之後去到的居民, 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算, 我們新聞主同盟一直都說到, 其實, 會不會我們人口政策, 可以去改變, 而我們看到其實現在, 即是二十年的人口政策裡面, 如果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個, 單純正的名額來到的時候, 其實, 剛剛好差不多等於, 現在政府提出, 這個明日大嶼, 可以容納的人口, 就算, 我們認為, 是應該要縮減單純正的人口, 也好, 我們都不認為, 政府, 是有這個, 道德這樣, 將這一班, 未來搬入去, 東大嶼的人, 置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聽到, 很多不同的科學家都提到, 即是, 我們氣候變化的情況, 只會越來越嚴重, 前天文台台長都提到, 現在的估算, 說, 湧浪只是兩米, 這是一個天方夜譚的情況, 在張國澳, 在杏花村, 我們幾次打風的情況之下, 這個情況, 都比這個兩米更加嚴重, 我們相信, 就算是這個, 無濟無染的大嶼, 東匯的時候, 即使, 我們給那麼多錢, 犧牲那麼多的環保, 去建好這個地方, 那裡都不是一個市民, 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他們只是會每年的夏天, 甚至是之後的, 氣候變化, 海水上升的情況之下, 他們只會越來越危險, 所以我們是應該要考慮清楚, 是否值得, 作這個賭注, 而去犧牲, 或者去治這一班, 居民, 在一個險地裏面。 好, 我也是新民主同盟的西貢區議員, 呂文光, 在今次, 譬如, 由去年, 天鴿到今次, 山竹風災, 海濱長狼, 其實兩次都破壞得很厲害, 而上一次, 天鴿打完風之後, 其實已經, 康民處已經要給錢去重新維修, 你們有沒有想過, 萬一將這件事發生在人工島的時候, 先, 剛才阿倫提到的, 人命安全區, 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又出現這類, 是否又要給一大筆錢去重新, 去做, 為這個人工島去一個修緝, 還是怎樣呢? 這個費用, 我相信, 也非常龐大, 而, 在今次, 我們民間有不少人, 估算他整個項目, 或者工程, 和上面建的東西, 合起來都在一萬億的情況下, 其實, 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去建成這樣的人工島給我們呢?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服務, 民生的事項都需要錢的, 就拿全民退保, 我們民間都說, 一千億左右, 已經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而, 為何不肯給錢, 去全民退保呢? 這筆數, 我相信, 更加多的市民會得益, 而其餘的, 譬如, 我就說回, 基建, 林鄭月娥就說, 不要令到工程界的人士, 一時很飽, 一時就很餓, 但其實我想說, 全十八區, 有很多的民康設施基建, 是有很需要儘快上馬, 就拿回我們自己, 將軍澳為例, 有六十七政府大樓, 旁邊有個民喻區, 有個水上活動中心, 有條頸嶺公園, 很多很多, 其實都是, 未能夠落成, 有很多甚至乎是, 連個時間表之類都未有, 通常你問得他就是, 按著, 現在現有的資源, 去等全國一起排排, 排到輪候到, 到時候有需要, 那就給你, 但如果能夠丟多一筆錢下去, 就可以擺, 能夠很多, 十八區不同的民康設施, 都能夠盡快上馬, 去解決問題, 甚至乎, 我們過海, 三條過海隧道, 都, 其實, 究竟足不足夠呢? 是否其實需要丟一筆錢下去, 研究一下, 是否在第四條隧道, 這些基建設施, 甚至乎, 可能給人工島更適合, 或者更迫徹地, 去能夠服務到香港的市民, 所以, 我們會覺得, 與其丟一萬億下去, 給人工島, 不如, 放多些錢, 下去, 我們現行需要的民生事項, 真的服務到市民的基建設施, 多好多好, 講得好, 范國威議員, 小心, 好, 我簡短, 今早的特首答問大會, 來到立法會, 其實, 有很多的民主派議員, 亦都聽到很多的民意, 從昨天, 林鄭月娥公佈她的施政報告, 到今早, 她上去電台接受訪問, 市民都是質疑, 這個東大愚人工島, 的填海計劃的必要性, 必需性, 和成本是非常之龐大, 更加不要說, 即使是2030加, 即是說, 黃遠輝的土工組, 依賴的香港政府統計處, 那個人口估算, 估計的人口, 都不是, 林鄭月娥現在說, 是15至20年之後, 那個會另外新增的, 70至110萬人的人口, 所以呢, 我再次強調, 其實, 土地, 房屋的問題, 必須要扣連香港的人口政策, 去整存, 去處理, 才是可以真的有適當的應對, 但是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做的什麼呢? 是反其道而行之, 從來都不會檢討, 這個單程證審批這個制度, 更加從來不會觸及, 檢視單程證配額, 應該是要削減, 所以, 現在我們是有理由相信, 特區政府不單只是放任, 我們的人口政策, 不去一個適當的處理, 還會呢, 這個規劃呢, 我們懷疑呢, 是面向將來的大灣區, 這樣是, 有多多的土地, 是去透過填海得回來, 都不能夠滿足, 不斷上升, 或者每日, 150個單程證配額, 新增的人口, 這個是知事體大, 絕對不是林鄭月娥說, 反對填海的團體, 民間團體好, 環保團體好, 個人的理念, 意識形態的問題, 這個涉及到我們香港, 幾代人, 很辛苦, 納稅人, 交稅的血汗錢, 是累積回來龐大的財政儲備, 但我們看不到, 特區政府, 這個財政儲備, 是放在適當的地方, 是去運用, 反而, 就是, 很多的民生, 無論是我們的長者, 福利, 安老, 或者是醫療, 反而是九牛一毛, 但是, 對這個, 東大魚人公島的填海計劃, 就是揮金魚土, 還要去, 倒身家, 倒水落鹹水海, 去籌見, 這個是令到我們感到非常之憤怒, 所以呢, 我們也會響應, 這個, 這個, 守護大魚聯盟, 在未來這個, 一個禮拜日下午的, 三點鐘, 是會在這個, 銅鑼灣的東角度那裡, 去起行, 跟著呢, 就遊行去到這個, 政府總部的, 這樣就, 我相信, 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新民主同盟, 也都是會響應這個, 守護大魚, 反對, 東大魚, 填海人公島計劃, 這樣這個的主題, 是去參加這個遊行的, 希望呢, 香港市民, 如果我們緊張, 我們香港發展的未來, 緊張我們的庫房, 緊張我們的民生, 民生是被特區政府, 是漠視, 反而去沉迷於這個, 賭身家的基建, 還要是名益, 大量紅色資本的, 所謂的工程公司, 去做這個, 東大魚人公島的籌見的話呢, 的填海計劃的話呢, 請大家, 務必站出來, 好, 任博士還未到, 你不用, 不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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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簡單總結, 就會, 問答時間, 一路就等任博士, 這樣, 我總結完, 給大家拍張照先, 然後, 我特別想用這個做總結的, 這個就是我對今次施政報告呢, 最大的感受, 即是, 主權現在都21年了, 這樣呢, 看了這麼多個施政報告, 財政預算, 我夠膽講這個施政報告呢, 是史上最大破壞力的施政報告, 是想將香港的庫房的儲備, 一Q清袋, 所以我覺得整個香港社會呢, 是必須要運用, 所有的民間力量呢, 去阻止, 這一個的, 東大魚都會也好, 明日大魚項目也好, 都是應該不能上馬, 否則呢, 真是逃空, 即是香港未來二十年的庫房, 還有我, 真的很鄙視啊, 林鄭月娥還有她一個說法, 就是說, 為了, 即是, 現在的, 十萬的劏房戶, 說二十幾萬的公屋的輪候拆居民, 對不起, 如果, 即是真是為了她們的, 就不會說, 在二十年後, 先會有單位, 我們很肯定呢, 政府提議那個年份呢, 是不會出到一個單位的, 即是, 新界東北啊, 其他發展區呢, 所見他們, 即是去規劃呢, 都是要很長時間, 即是, 我也膽敢說, 在座可能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立法會議員, 甚至林鄭本身自己, 都沒有第一個單位, 在東大嶼, 所以, 我想這個是, 即是, 基本上是挾持, 一些劏房的居民去, 推這個超級大白杖工程, 我就送回一句給林鄭, 如果她真的想明日帶遇, 那為什麼不今天粉嶺哥爾夫球場呢? 即是,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最快, 2020年就有熟地的方法, 還有, 我作為很支持環保的朋友呢, 我見到粉嶺高球場的古樹, 其實, 距離是相較很遠的, 因為有球道, 球道的闊度是很闊, 足夠是擺樓, 而周邊的樹是可以保留的, 我真的覺得很諷刺, 即是, 她就覺得海洋生態, 海沙, 影響其他島嶺, 就不是環保問題, 突然間粉嶺的古樹就是環保問題, 我覺得她選擇性把環保, 就是合理化, 不要搞哥爾夫球場, 那是非常可恥的, 那, 這個就是我總結的, 任博士來了, 可以交代幾句, 接著就問答時間, 可能, 你, 你, 可能大聲一點, 我剛剛講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這個大基建的問題, 第二, 講講, 為什麼我們會, 林鄭忽然間, 發出這個千七公廳這個項目, 有沒有資訊, 那麼這個工程呢, 大家知道, 全香港全世界可能是最大的工程, 現在政府, 終歸承認, 是五千多億, 我們剛剛三四年都知道這個數字, 但是現在政府, 終歸承認, 至少五千億, 那麼這五千億, 就不是包括, 它整個項目的長遠規劃, 你知道, 好像Roy這樣講, 他頭頭, 政府說, 目前的, 首先的priority, 就好像簡單一點, 但是, 就算現在簡單, 等於, 政府那個, 正中東大陸都這麼大, 那麼, 所以正中東大陸這麼大, 都需要五千多億, 想像一下, 它這個, 所謂明日, 大嶼是千七公廳, 可以住一百一十萬人, 我們估計, 起碼五六千至一萬億左右, 那麼, 政府不敢講, 它不敢提這個, 將來, 真是它隱藏的大規模, 建築, 那麼, 我們知道, 在海中心, 住一百十萬人的人口, 全世界沒有國家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現在, 全球, 海水, 全球暖化, 海水上升, 那麼, 我們上個月, 看到這個山竹, 這個問題, 很清楚了, 你怎樣可以疏散, 一個孤島, 離開岸邊, 四五公里, 怎樣疏散一百二十萬人口呢, 靠兩條隧道, 是不是開玩笑, 那麼, 所以這個項目, 從工程, 和環境方面, 已經不可以成立, 那麼, 我還講個很清楚, 大家明白, 為什麼忽然間, 這個七千公廷, 這個觀念, 完全沒有諮詢, 忽然間, 擺出來, 我的基準就是, 這個規劃, 是當董建華, 和團結基金, 一起抄作出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團結基金, 它的行法, 大導演高異, 他們說, 面積是二千二公廷, 本來政府那是一千公廷, 那現在林鄭說, 哦, 一千七公廷, 很清楚, 兩邊講好數, 還有, 這個團結基金, 會強化, 大動人口就是, 一百一十萬, 那本來政府那是, 七十萬, 那現在林鄭說, 哦, 人口就是七十萬, 到一百一十萬之間, 這樣擺好清楚了, 這些就是, 他們兩方面, 關門講數, 市民這樣沒有機會發言, 土工組也沒有機會發言, 因為土工組, 從來沒有將這個, 一千七百公廷, 擺出來的, 那我提醒市民, 這個完全就是, 團結基金, 他們大地產支持, 因為他們的理事會, 就是順和, 行機行農, 順德, 世貿, 所有那些, 大發展公司的支持, 加上, 董經常一直都是操作, 填填了, 這個我們市民, 完全沒有機會關於, 完全沒有機會諮詢, 很重要的問題, 那, 那, 你猜, 董先生, 在林鄭, 耳朵講了幾千, 講了幾句, 是說要填填呢, 那你們, 我們有沒有機會跟, 林鄭, 耳邊講話呢, 不可能啦, 那很清楚, 大家看清楚, 這個就是, 林鄭和董建華, 用團結基金, 當士兵, 做出來的, 根據市民, 根據土工所謂大辯論, 完全沒有關係, 那一定要很清楚, 全是小圈子裡面, 拍出來的牌, 那你們可以, 大家補充吧, 好, 不如我們舉起, 然後問答時間, 好嗎? 好, 那就, 選一個你們自己, 心目中想舉的牌, 有不同的Style, 好, 你應該舉這個吧, 我猜, 哈哈哈, 又行, 坐一張, 坐一張, 還是, 坐一張, 好, 坐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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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還要講講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這個規劃是, 我們說, 大白象, 坐在計時炸彈, 這個炸彈一定會爆的, 爆的, 一萬億的炸彈一定會爆, 所以大白象, 坐在計時炸彈, 好, 我們先往我們的左邊, 好, 然後看我們中間, 好, 右邊, 好, 那可能太闊, 我們就站一張, 我後面,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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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好, 明白, 收到, 站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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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我們二分左右, 可能有, 中間開了, 你不用, 史上最大的, 這個好, 那你拿這個, 好, 好, 好好, 好, 好, 紅色隔斜三位記者朋友, 好, 好, 那麼, 多謝大家, 問答時間現在, 好, 那麼, 好, 好, 那麼, 可以問了, 那一段時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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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過中間 我不需要,很緊張 民主派星期五的民主派會議是會商討後續的行動 第二點,我們預計發展事務委員會很快就會收到政府 關於明日大園的研究,填海的計劃研究的申請會上來 我們會跟進 星期日的遊行是由守護大嶼原民發起 也有議會陣線的支持 今天在座的團體和朋友都會支持這個遊行 我們最期望每一位市民都要站出來 要守護大嶼之餘,也要守護我們的庫房 我們很希望星期日民間的聲音、市民的意見 是可以讓政府思考一下 其實他是不是想錯了一些事情呢? 或者過去幾個月他是不是只是聽老董的說話呢? 或者團結香港基金說話,而不理其他市民的聲音呢? 我想星期日的行動相信是會最大 和最希望震動到政府的立場 而令我們相信很多民間的團體也會有繼續的聯署 和他們的表態 也都看到由昨天公佈施政報告到這一刻 大家的Facebook或者網上都是洗版式 大量市民和網民是對於這次計劃很憂慮、很不滿 特別在現在中美打貿易戰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這個一萬億的財政儲備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稻草 所以我想希望星期日的行動是會有多些市民出來 提及到資料用法 包括從 Parte由Jong倆上市民研究信比方法 現在知道 licensing出館中央報告 是最好的事件 所說的是香港進場的財政 為…… 對賣辭的說法 我 districts每根據說 當你買贅買什麼 打算抗試Э Hin 我認 veto 我认客 我认为你去买手机,他们给你一个二月的设计 你认为你的月份会会有整个人的费用? 这是一个设计的设计,第一 第二,这些费用的费用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我认为是不想像人家, 我认为我认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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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整理下降到20 instalments, 就算少了, 但如果你看到現時的貨幣, 貨幣在未來, 如果貨幣回到現在的貨幣, 貨幣會更多。 所以,她可能會說 人們沒有資料的資料, 但任何專業能告訴你, 這是一個討論的討論。 如果大家在屋苑做大維修, 如果你是業主, 現在跟你說, 是不知價錢, 叫你拍板, 答應了, 之後你是不知多少錢的, 你會不會答應呢? 雖然大家看到那個不合理性, 很煩, 我補充這一點, 所以, 在國際上, 凡是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裡面是必須要包含財務可行性的, 我從來未見過, 有任何的工程項目, 是會決定上馬, 是在未有任何工程造價股算的情況下, 就會是拍板上馬, 而今次呢, 很不幸呢, 就是到了他已經宣讀, 施政報告, 決定是做這個明日待遇, 但他竟然跟記者說, 他是未做過任何股算的, 是不知道多少錢的, 當然了, 剛才林博士說的那個, 他承認五千億, 都是報紙引述政府消息人士, 是的, 昨天, 林鄭晚上, 在NOW TV, 那個被招都說, 這個數字是民間出來的, 他不敢說是自己承擔,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各位分享, 現在他們推銷這個項目, 等於好像是買新樓盤, 這樣方向推銷, 說了怎樣怎樣怎樣, 等於你看到新樓盤, 有個很漆彩的帳號, 就是這樣的推銷方向, 我問問你, 你們如果買房子, 看了這麼一個樓盤, 這個七彩的介紹策, 肯不肯下訂金呢? 一定不會, 現在情形一樣, 政府介紹一個很美麗的將來, 誰會反對美麗的將來, 問題是多少成本, 合不合地方, 有什麼風險, 那些全部都不說, 只是說你美麗的將來, 人人都喜歡美麗的將來, 喜歡住也好, 地方訂, 一定喜歡的, 但是你不肯說多少錢, 你肯不肯下訂金, 好, 請問一下, 如果大林鄭, 他沒有講這個股票, 就上馬, 其實他有沒有說, 可以在法律上, 可以插入他這個做法, 還有, 阿兵姚教授說, 就是, 計算那些島, 還有一個紀念, 五千, 兩千位, 還有, 可不可以講一下, 分別在島上, 怎樣計算呢? OK, 有一點他很誤導, 常常說, 填海, 其實這個不是單止填海項目, 這個是在海中心, 建一個住一百十萬人的城市, 在孤島, 那填海只是其中一部分, 其實, 你看很多例子, 這些填海工程, 最多都是, 全國工程的大約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麼, 要做什麼呢? 好像這個, 好像, 團體基金, 強化大工會, 要建五條海底隧道, 駁去香港九龍大山, 要建兩條跨大山的村山隧道, 要建大約三十七公里的鐵路, 來鐵, 建二十多公里的公路, 在城市裡面, 要建城市基建的嘛, 路啊, 煤啊, 水啊, 電啊, 醫院啊, 猜館啊, 這些東西加起來呢, 遠遠超過只是填海這個價錢, 所以我們估計呢, 正是正宗大魚, 正宗的大東魚板, 都要五千多億, 這個, 這個, 現在的明天大魚, 起碼六七千, 要萬億, 另外一點, 政府完全提, 這個, 全球暖化, 海水上升的問題, 那麼, 這個, 這個團體基金說, 哦, 最高風暴, 只升兩米而已, 上個月的山竹已經升了2.35米了, 最高, 香港在1962年的風暴, 升到3米了, 那麼, 他們完全沒有討論, 關注這個問題, 那假如起高一點, 成本就貴很多啦, 當然, 現在, 我擅保你, 他現在這個, 填海這個成本, 比以前估計會高很多, 那麼, 起高一點就有問題啦, 另一個問題, 他們完全沒有說, 或者不知道, 海沙啊, 現在全世界很缺乏, 人各個國家要找海沙填海, 那麼, 過去幾年, 海沙已經跪了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十, OK, 那麼,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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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的危機, 要高, 完全沒有考慮, 所以我說, 他們說這個, 所謂五千億, 一萬億, 完全沒有考慮突然出的問題, 那麼, 所以我說這個是, 是大象, 坐在計時炸彈, 無數的炸彈會隨時爆, 他們完全不考慮, 只是說這個, 這個, 新樓盤, 多漂亮, 完全沒有說成本風險, 還有, 需不需要, 如果, 這個, 這個, 這個城市呢, 香港可以容納, 大約九百三十萬人, 因為這個新城市, 可以接了一百十萬人, 加上已經規劃住屋, 可以住九百三十萬的人, 但人口現在最高峰都是, 到了2043年, 八百二十萬而已, 到2064年跌到六百七十萬, 那你, 花了這麼多錢, 那些人從哪裡來, 所以政府又不肯解釋, 人口政策, 那你, 那你, 現在香港很多需要嘛, 你為什麼花了一萬億, 建一個可以住九百二十萬的人, 去城市, 其實最多只是八百二十萬, 政府又不肯, 又不肯面對這些問題了, 我補充那個數字給你, 就是, 你是問說, 在一個島上高, 做那個基建, 公用設施的錢, 我猜呢, 就比較容易, 大家可以是, 參考的就是, 新界東北, 因為新界東北, 都是百多公頃的發展項目, 那今次這個島, 就差不多是十倍, 那如果你看回2013年, 7月4日的報導, 就是, 當時發展局局長, 就是講, 用2012年的造價股算, 就需要一千二百億, 去做基建和公用設施, 那我扣除, 去做賠償那個, 我當你今次不用做賠償, 那就是說, 有八百九十億, 在2012年的造價, 做新界東北, 就要用八百九十億, 去做基建和公用設施, 那所以, 以這個做參考, 那應該是成十的, 會變成八千多億, 那它很保守, 我當它五千億就算了, 那所以, 一個非常保守的估計, 都會加上, 都一定是一個過萬億的工程, 所以, 其實, 這麼大, 一個這麼大型的田海工程, 會不會有什麼前進的功能呢? 政府經常說, 有些新的技術, 可能不會破壞環境生態, 那你會怎麼看? 它說, 所謂的新技術, 其實不是新的了, 只要說它兩個新, 田海有, 大約有三個方法, 第一就是, 好像以前那次, 七八角, 就是要畫, 全部畫來這樣做, 它現在有一個, 所謂的新的, 就是, 不需要全部畫完, 很快, 在上個好像一個Pancake, 這樣放進來插, 就是抽水, 這個不是新技術來的, 這個1990年, 已經開始做了, 實際上, 現在這個第三炮道, 有一部分都是用這個科技做, 所以完全不是新的科技, 另外一個叫做, Deep Cement Mixing 的方法, 這個很貴, 用鐵管插到水裡, 然後混水泥, 這樣做出來, 也不是新的科技, 日本, 190年代已經在做了, 所以, 新的科技, 只是比較, 在80年代的這個新, 那這個, 你怎麼可以用30年前的比較, 是新的, 其實不是新的, 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 standard 方法來做, 不是新的, 那一般人不知道, 是新的, 其實不是新的, 我補充一下, 就是參考, 就是,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 和現在第三炮的填海方法, 其實仍然是避免不到, 兩樣很重要的事實的環境破壞, 第一樣呢, 就是實質的, 海洋面積的減少, 這件事呢, 是會導致, 失去海洋的面積, 變相是失去一些, 生態可以喘息的空間, 第二個, 亦都無可避免呢, 填海期間, 當他放海沙, 放墮性的建築廢料的時候, 所造成的周邊的污染, 因為他就算落了一些沙網, 那個沙泥的擴散, 一般呢, 都是他填海面積的, 三成至一半的, 所以我經常都, 提醒學生, 我也有教一些環境課程, 就是, 填海的面積, 和填海受影響的面積呢, 填海受影響的面積, 往往是多於填海面積, 三成以上的, 那, 所以我想這兩樣的環境破壞, 是沒有任何技術是可以防止到, 而最重要的第三樣破壞, 是在破壞人家的環境, 包括可能是大陸, 可能是越南, 可能是東南亞, 去採海沙的時候, 等同於毀滅了, 那個海沙所在地的島, 或者它的河, 那, 所以我想這件事是, 就是, 環境的破壞, 不會說, 所謂有什麼新技術可以防止到, 那, 這件事也是一些工程界, 或者政府, 就是用來混淆視聽的, 補充一下, Roy說這個, 那, 他填這麼大的面積海, 其實就是將現在, 中央水域, 水的面積減差不多30%, 那, 有兩個效果, 一個呢, 就是說呢, 那些船, 那個海面窄了, 窄了, 那些水流急了, 很多人說, 建了IFC中環之後呢, 維多利亞海伯, 水流都高了很多, 那, 假如這個中央水域的面積減了30%, 窄了, 船迫了, 加上浪大了, 就危險了, 那些水流, 第二個影響, 你看那些圖呢, 在大嶼山東面, 煤窩, 喜靈州最後, 圍到一個湖那樣的格局, 就是沒有什麼出路的水, 那那些圍, 那些圍, 已經圍了沒有通路的水, 慢慢變成死湖那樣, 你看到大陸那些, 前塘江那些湖呢, 就慢慢變成死水, 所有生態完全破壞, 那這就很直接, 就是很容易解釋, 直接破壞, 不要說它在岸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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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馬上影響船的安全, 就破壞了這個, 這個死水的生態了。 更多的事情 ד 所以第一,在仔細工程度计在多数小工程中,我们经常会有三方的做法观计。 including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social feasibility study and also financial feasibility study. While I think it's unreasonable to have a decision to proceed on such a huge sum of projects without any good estimation procedures. And up to now indeed all the estimations are made by the public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but the government insists that it is viable. So I would like to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How can they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it is viable when they even haven't done any proper estimation of the cost? Let me elaborate a little more on the procedure. Typically this kind of project, there are like three phases. The first is so-called feasibility study and we finish. The next thing you call the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 study. And then after that, you have an implementation plan. Now usually the more detailed cost estimate is done in the feasibility study phase. But the problem in this case, even to conduct a feasibility study, in this case the last time they submitted to LegCo is $248 million just to do a study. Or just do a study. And they insist that they must do it before they go to the next phase. That is technically correct. But in this case, it's not acceptable. Because the project is so huge. And even the first study cost $248 million. You fall into a trap that once you've done the study, you won't go back. You just somehow move it forward, right? So we are saying, in this case, they should do what we call a viability evaluation first. To see even if it's a viable concept. If we conclude that the rising sea level and the heavy concent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Ireland, it's not viable. You don't have to do a study to consider putting a house in a volcano, right? Let's say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next to a volcano.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do a million dollar study to conclude that it's not a good idea to build a house next to a volcano, right? So it's the same thing in this case. There are so many factors that suggest it's not viable. And they still want to move forward to spend $248 million on a feasibility study. And that would be the most expensive feasibility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ever. So we believe that we're just not in a position to spend that kind of money to do the study. Even though procedure-wise, that's correct. But in this case, it's not your typic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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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問題? 好,那不如記者會就到這裡 如果需要各位嘉賓的卡片可以交流一下 好,多謝你們來,謝謝